今次這個居屋單位看起來很闊落寬敞之餘 還很光猛 究竟設計師花了什麼心思下去呢 今次這個單位在海德縣 大概實用面積是380呎左右 原積多數的設計都是眼鏡房 但眼鏡房有機會阻擋了很多陽光 今次屋主找我們 可否有其他方法去代替眼鏡房 今次我們就做了這個設計 我們將其中一間房放在大門口右邊的位置 如果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原積是一個廁所 就會變成一條很窄很長的走廊 也沒有陽光 所以我們就把廁所改了位置 而且也可以解決開門建設的風水問題 現在這個廁所入口位置 原積其實就是廚房的入口位置 這個位置是廁所的長身位置 我們拆了長身後 就變成現在的開放式廚房 將客廳、飯廳和廚房都連成一體 整個空間就會闊落很多 而且通透了很多 採光度也會大大提升 廚房方面用了黑白灰的設計 配合全屋簡約的風格 長身用了灰色的雲石紋瓷磚 配合地下白色的雲石紋瓷磚 簡約一致 在廚房地櫃也做了一個燙桌 當不夠位置放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燙出來增加工作台面 原先這間房是新間出來 所以其實是沒有窗的 所以我做了一個L型的接窗設計 一來可以通透一點之餘 又可以增加採光、又可以增加通風 而且開窗後還可以和飯廳和客廳的家人 去做互動 這間房主要做了很大量的儲物空間 例如是一個很高的地台 以及一個高身的儲物衣櫃 顏色方面都用了淺色的木紋 加一些Earth tone的綠色做床頭的油漆 看上去又柔和一點又舒服一點 在燈光方面 除了一般的天花燈 其實我都加了其他燈光 例如在書桌旁邊 就多了一個櫃燈 有些工業風的元素 另外都加了LED的滲燈 例如在床頭位置 以及在書桌底的位置 而且是用遙控開關的 睡覺之前就不用特地下床 在房間的門 我們用了這個穀倉門的堂門設計 一來又可以省位 二來有些鐵的元素 又可以搭配輕工業、不勾風的感覺 飯餐位置簡單設置了一個可以延長的餐桌 旁邊的櫃增加了很多儲物空間 而且地櫃位置升高一點 加了LED15燈 令到整個櫃都輕盈了很多 在燈光方面 全屋不同位置都加了LED15燈 而且有部份都是用遙控開關的 方便使用之餘也可以增加氣氛 另外在電視場的轉角位 做了一個45度的斜角 令到整條走廊都可以寬闊一點 再次進入一步 再次進入四趟成五趟 入一步 她的筷子 在1923年 極力幾個 超風夏 她的筷子 所以好